救援任务不断在进行 但再多的医疗资源还是不足 坚持呼吁就是说立即停火 然后把需要的医疗物资可以送到加萨里面 呼吁停止战火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还在继续 加萨走廊也出现越来越多的死伤 而从10月7号以来 没办法离开加萨的无国界医生国际工作人员 已经在2号全部撤离进入埃及 而外交部也证实 当中有一名台湾的前线人员 有完全的掌握 而且我们了解到他已经安全离开加萨 那我们驻以色列代表处 也跟他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那他人身是安全的 另外日本外务省也表示 日本军机执行第二次的撤离行动 机上载了46名乘客 其中包含了一名台湾人 我国外交部也确认是一名侨民 和他以色列籍的配偶和姊女 我在7月10号的时候 要开始在巴勒斯坦的加萨周浪 一个为期半年的计划 前往加萨的台湾无国界医生 是领口长庚医院的急诊宏信医师 在7月的时候就出发到加萨 参与人道医疗任务 目前已经平安撤离加萨到埃及 只是接下来的动向还未知 原本的任务是要待加萨6个月的期间左右 团员的安全是我们第一个考量这样子 所以我们因为这个安全的考量呢 也先决定就是把我们的团员撤出加萨 虽然撤出加萨 但心还细着需要帮助的人民 目前加萨地区还有大约200万人受困 而医疗系统已经全面崩溃 各方组织团体伸出援手 但最希望的还是战火能尽快停滞 TVBS和中英文中宣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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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